大肠癌20年案例 每周一次 每次半天 三个月做一次追踪检查 化疗是非常痛苦的 恶心呕透 失欲不诊 有些患者 40多岁的小男孩 被跨境化疗时 在门外就恶心呕透起来 可想象化疗是愚活的痛苦不该 在经历了已连换的治疗 身体状况再也不能和以前相比 每天起床洗溯完后 身体就有沉重感 一连比一连严重 现状就是全身僵硬紧绷 肌肉萎缩 喉管也紧张 有时似乎透不过气来 食物下咽也困难 强烈的下坠感 让我再不住 只有躺下才能放松 逝去求医 中西医都看过 却无法改善 静静雨 静友聊天 经网上的咨询 知道原石店 所以来到原石店中心 求助 参加了学习营 2018年4月15号 在家早餐用完后 推着步行器 到南石角捷运站一号出口 与推广区的志工们会国 他们仇有着互乎相识 毫不相干的老人家 虚寒问难 充满爱心耐性 得起温柔体贴地陪着我爬梯运动 因身体无力又有下坠感 好几年都不敢 也不愿意外去步行 在他们以前以后的扶持下 爬街梯 中间过程不断地加油打气 第一天在师兄师姐 乐心陪伴下爬着流淌 心中满满的温暖与感谢 返回中心 后及时 深姜汤与温敷 有了内外得缘后 志工们就帮我安推 以使筋骨放松 推广区 丰富的温热食物午餐 让我体力增强 饭后温敷午休 然后小者会讨人当儿 每一种学员状况竟斗 极有所更正及改进的建议 志工们鼓励我回家后 每天看张医师讲座 我都会在终于了解癌症 原来是老化的现象 学习引力六周的训练 每天在老师和师兄姐的陪伴下 我从爬四层楼的楼梯六趟 一直进步到可以爬二十趟 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 不得不承认体能真的精真强了 每天都很好睡 胃困也很好 当初的全身僵硬 及严重下坠感 也大幅都改善 有体力后开始改为爬山 有恐惧感 很久没爬山的我 在2018年11月13号 第一次爬山 在志工们的鼓励陪伴下 爬上了好汉坡 实在很开心 刺而我进步到可以爬上国旗林了 五味杂成 心怀感激 楼梨运动是有代价的哦 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家 我前天还长到腰部 可是我今天还有勇气来爬这个山 在我没有很健康的情况之下 我还有勇气来爬这个山 我希望 不管是年纪大的 或是年轻的 或是小朋友 大家都有勇气 跟我一样来爬山 比我爬得更好 更健康 更美好 节训后 我还是会继续的运动 照着原始点的方式操作 感谢张医师